我們現在路過樓下車房 遇到應屆的澳門冠軍桑桑 桑你好 Hello 大家好 桑桑和你聊聊天 上個禮拜你參加的Race 1有意外 Race 2順利贏了 先說說究竟Race 1發生了甚麼事 Race 1 Pro Position起步 當時Track Condition 是有點困難 因為其實是濕地 但正在乾 大會宣布了這個濕地 大家都是選擇用水輪 不過去第一個圈之後 我們都發覺它有點乾 其實去到第一個六旗圈 Track Condition 進來之後 就跟後面有少許碰撞 不多說 總之大會判了就說沒事 我飛了出去一點點 爛了一個前輩 頭產 第一場就很可惜了DNF 如果不是 我想第二沒問題 因為其實之後的腳圈 都一直在追近前面的零刻 那去到Race 1 接近尾段 又發生了多一個意外 又發生了甚麼事 那裏就 我拉駕駛慢車的時候 看不到 應該大家有少許誤會 不過都過了去 沒所謂 我們之後都說了兩句 就真的純粹誤會了 去到Jace 2 第十起步 其實當時有沒有想過 會贏到車回來呢 我有的 這個是唯一的目標 因為今場澳門 真的很感謝車隊 以及我的贊助 他們很急忙幫我安排 即是說 鬥之前的 我想一個月才在做這件事 所以 其實目標完全沒有想過甚麼積分 因為這本身是一個one off的比賽 就是想贏一場斜 Pole Position那裏已經是一個bonus 沒有 我知道因為澳門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尤其是Reverse Grid 一定要盡快搞定所有traffic 澳門來來都是第一個圈、第二個圈 因為你永遠都不知道哪裏出同期 你有機會就要試 很多車迷 其實上星期TCR HR Challenge 其實頭八位都是可以植入這個星期的TCR World Tour 最後見你不在我名單裏面 很多車迷都想問問為何有這樣的決定呢 沒有 其實本身參加第一個星期TCR Asia的時候 已經是定了我們做第一個星期 因為我們的預算其實只是足夠做第一個星期 第二個星期本身我們是留了一個選擇在這裏 但最終沒有是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本身用的FK7 是一架舊款的TCR 我們去到Wall Tour面對的是很多新的車 就是領克的EVO 有新的FL5 有現代的ELANTRA 還有新的R3 其實在相比之下的FK7 本身的競爭力是不足的 再加上我們本身就沒有去籌備這件事 我覺得就有點太闖存 還有Wall Tour也在用KUMO的軌 我們都沒有事前去試過車 其實考慮了很多不同的原因 都覺得如果真的想做 我們下年準備充足再去決定做這件事 其實過往香港車迷對你的印象 其實都是鬥開GT的 最近這兩年好像你比較多接觸TCR的賽事 會不會其實現在就來到這個階段 就準備轉型鬥TCR呢 我自己沒有這樣想過 始終我自己還是喜歡GT3 放車尤其是上星期澳門 是因為有這個機會 第一 還有有這樣的贊助商去支持 我自己其實今年也在台灣 有TCR台灣的 很多的機緣巧合之下 剛好駕駛到同一部車 預算方面也做到 我覺得是一個好好的機會 在七十周年 第二次來澳門和各位車迷再次見面 這次就特別鬥了這場單一的房車賽 接下來展望2024你的計劃會是怎樣 暫時都未定的 現在和其他隊友是有些計劃 可能都是主要我們鋪敗是GT的比賽 當然希望童完上星期 TCR Asia 可以開堂到下年 可能有些房車的機會 希望在CDCC 或者是類似的TCR 會多一些 offer 這件事都未知 要過了今個星期 那些車隊鬥完了 開始去談下年的計劃 今天星期澳門有一場 可以說是星光陰陰的 澳門GT世界盃 你身為一個 這麼有經驗的GT車手 你看到這個車手的名單 陣中你覺得看好哪一個車手 或者哪一個品牌會比較優勢 每個品牌每個車手都有同等的機會 這是唯一一個說不到的 每一個在場都有相等的機會 就是這麼平均 那有沒有說哪個車手 你比較熟去的開發 可以說一說 我們中國香港區的四位車手都很熟 程庄夫 葉宏寧 Aderley 和Marchi 都很熟 那另外 其實我自己對上年的DTM Champion Shelden Van der Linde 是看好 因為我本身跟她是朋友 那我看大家一起成長 看到她今時今日有這個地位 和她第一次來澳門 那她昨天FP1 都我覺得是非常之好 我個人就看好她 其實 好啦 這裡就謝謝Sean 好 希望下年可以再在澳門 看到你上這個頒獎台的最高一位 好 謝謝 再見 再見 我快點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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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bemos 那我們